好像我的聲音特別好認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連去上瑜伽課 下課之後都有同學說 請問你是配音人嗎 我不是 呃 是啊 你是黑洞 黑洞 他直接講角色 我上瑜伽課又不用講話 為什麼會認出你誰 嗨 歡迎來到台灣世界各所 一個更喜歡把身後悍角色 獲回一台的頻道 我從以前一直好奇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們的動漫角色這麼知名 那會不會在日常生活中 講話講一講 然後有人認出他們來了 所以今天就利用這個尾牙的機會 剛好來訪問一些老師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會不會被認出來 曹哥你配音的角色這麼多 這麼有名 你日常生活中講話 會不會被認出來 呃 會啊 當然會啊 一講話他就知道是誰 對 一定會 真的 我常常有一些很特別的經驗 比如買東西的時候 老闆說你是那個 那個旁白 肥貓多少強 肥貓多少強 我是真的好幾次 對 好幾次有這樣 還有一次我半夜去買東西 就說店員說 配那海 我是什麼配那海 他說你帶配那海 我說你加油 你有一天也會帶配那海 對 美舟老師和雅菁老師 欸 進來一點 老闆你們的作品這麼有名 你們在生活中講話會不會被認出來 你有嗎 有有有 有 就講話就他就知道是 對對對 這哪個角色他認出那個角色 他就是說 欸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 我覺得你的聲音很很熟 打開電視可以聽得到這樣子 不過老闆你講話 平常聲音比較像韓劇的 對 他就說你是不是 我總覺得我好像 呵呵 對 常常聽到你的聲音 是不是你 你在哪裡 你跟我看的什麼角色很像 我就說那就是我 你累了 好 那他知道之後怎麼反應 有找你合照什麼 大部分的人都這樣 真的喔 那美舟姐姐呢 其實我真的沒有耶 因為大部分在路上的陌生人 聽到我的聲音 第一個反應都是 呃 你好溫柔喔 不過我們就覺得一般講話 就已經很好聽了 對 你好溫柔 你的聲音好耳熟喔 然後 我不是有在那個 語音聲波上面唱歌嗎 也沒有任何玩家 聽出來我是誰 但是 每一個都會打字 問我說 你的聲音好耳熟喔 好溫柔 好耳熟喔 然後都會開始猜說 欸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 海賊王的 我說沒有沒有 我沒有 啊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 什麼 你小心 我都說不是不是不是 我後來是 就是他其實猜不出來 對 不是那麼容易啦 講話方式知道是拍音樂 對對對 走開我們比較美的時候了 方式偉老師有名的作品也是超多 什麼海斗那些的 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講話會被認出來 我是白癢 我是小智 對啊 日常生活中講話會被認出來 我還蠻常被認出來的 好像我的聲音特別好認 而且其他老師就算配到有名的作品很多 他們好像也比較不常被 就是直接直角色認出來過 好像我的聲音特別好認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連去上瑜伽課 下課之後都有同學說 請問你是配音員嗎 我不是 是啊 你是海斗 對 他直接講角色 我上一家課又不用講話 為什麼會認出來 然後小智啊海斗 白龍那些 對 正太角色 少年角色都有強被認出來 可能我的個性太難了 哈哈 然後平常講話就比較接近他們的 對對對 我還有去買衣服的時候 我說 小姐麻煩你幫我找一個 比如說M號 然後他就說 等一下 你的聲音是不是常在電視上出現 我說什麼 真的很多次喔 真的很長 還蠻多次的 好啦這次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四月就回來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